记者林星汉与赵福花莲报道,花莲206大镇目前仍有5人生死未卜,晚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发布停止救援消息,让花莲现场傅昆奇相当不以为然,只是云门翠堤现场持续援救,他是指挥官还是我是指挥官? 傅强调一定要找到人,不放弃任何希望,哪怕是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,也要把他们救出来或接出来。 傅昆奇晚间也提到,花莲正在截止目前,建府专户还募不到5亿元,担心后续重建之路起去坎坷,台南86受灾户募到43亿元,花莲现在至少170户起跳,还募不到5亿元。 傅昆奇晚间在前进指挥所忧心表示,两者完全不能比,考量到后续的重建之路还很漫长,希望中央对地方的援助不要有差别待遇,期待协助。 花莲现社会救助金专户邮政化播账号为06533981,有意捐款者请于备注栏填写正在指定捐款。